该走了 你的肩没事吧 肩膀都撞伤了 能没事吗 行了 这些机组人员没准 还是咱们女儿的同事呢 你事闹大了 对她不好 要真是她同事 那我更得好好问问了 如果这个公司的员工 都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女儿在这儿能好吗 林女士 吴先生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们这飞机是怎么开的 把我肩膀都撞伤了 你们必须赔偿 如果您的肩膀觉得不舒服 我们可以送您去医院 赔偿的话呢 会由第三方的保险公司负责 你这明摆这是推卸责任呀 你们航空公司不赔 很抱歉 是这样的 由于是您自己 没有系好安全带 撞伤了肩膀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航空公司 通常是不负责的 你的意思是 我活该 不 冷静一点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看来我真的是没有必要 跟你再多说了 把你们机长叫过来吧 我直接跟他说 这 您好 我是这架飞机的副机长肖默 副的 是吗 好 这行 你不介意 我把我们之间的对话拍下来吧 不至于吧 你懂什么呀 我这要做证据的 您请便 好 谢谢 我只是想问问 我坐你们的飞机被撞伤了 你们管不管 如果是我们的责任呢 我们一定会管 但如果不是我们造成的 只能请您自己处理了 我是坐你开的飞机撞伤的 不是你们的责任 难道还能是谁的 您是在下降的时候撞伤的吗 是 那请问当时 人系安全带了吗 我当然系了 我记得我 只是在捡东西的时候 解开了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受的伤吧 陈务长 当时有提醒这位乘客 系安全带吗 我提醒了 这位女士 我们所有的乘客 都有义务遵循民航坊的 相关条例 和听从机组人员的 安全指示 如果是因为您 没有听从机组人员的指示 而造成的各种后果 我们航空公司 是不用负责任的 在下降的时候 我已经广播提醒各位 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乘务员 也提醒您了 我们已经进到了 我们的义务 如果您仍然 私自解开安全带 造成了您肩膀的受伤 这个责任无论如何 也怪不到我们航空公司 头上吧 相反 我们还可以追究您 违反民航法的责任 好 你真行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 原来飞行员 可以这么能说会道的 我坐飞机这么多次了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态度恶劣的飞行员 我会投诉你的 这就是证据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请您慢走 肖默 回来了 怎么样 接到你爸妈了吗 接到了 你今天飞得怎么样 累不累啊 还算顺利吧 中间处理一个小插曲 不过没事 都是误会 什么误会 有一位乘客可能要投诉 没事的 等公司的处理意见吧 其实 怎么了 其实我爸妈 他们 会在深圳待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很好啊 你家人团聚了 走吧 你看看吧 您看看吧 听从我们机组人员的安全指示 如果因为您没有听从机组人员的指示 而造成的各种后果 我们航空公司是不用负责任的 你还真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去了 不致许吧 如果是我们的责任造成的呢 我们一定会 不是你们的责任 还能是谁的责任啊 请问您是在下降的时候撞伤的吗 是 那当时您有借好安全带吗 我记得我 只是在捡东西的时候解开了一下 就是那个时候撞伤的是吧 当时有提醒这位乘客的 记好安全带吗 我提醒了 看来肖默机长这回可 真的是惹麻烦了 是啊 事情闹得这么大 该不会真的给他处理 我们这样和乘客都有迷入过 不会吧 我觉得肖机长为了乘客的安全 这么做也不为过呀 是啊 他也是为了乘客的安全着想嘛 如果因为您没有 听从机组人员的指示 而造成了各种后果 我们航空公司是不用负责任的 在飞机下降的时候 我有广播提醒各位乘客 系好安全带来 爸 那视频真的是妈上传的吗 这事 我问了你妈 她 她没否认 还真的是她 吴迪 这孩子真是 喂 喂 肖默吗 你在哪里 我现在过去找你 不用了 这件事情我能处理好 也不用担心 不行 我要见你一面 我过去找你 怎么样 我拟机还适应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关心我的功课 我是你师父啊 我当然要关心你的功课了 你担心你自己吧 反正都这样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现在新闻闹得这么大 公司是一定会找人出来 承担责任的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至于公司的裁决如何 是好还是坏 这我管不了 我也可以承受任何的结果 有件关于我的事情 我想跟你诚信一下 其实那天跟你发生冲突的人 是我妈 继续 好 其实我妈那天是坐你的飞机回来的 我是不知道飞机上面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八九不离十她一定也有错 因为我太了解她这个人了 那天她回来之后呢 她就一直在抱怨 说你的态度有问题 我本来当她只是发现一下嘛 但没想到后来 竟然会有视频传上网 但是我确定 应该不会是她传的 我妈不是这种人 其实她人挺好的 真的 真的 你怎么不早说呀 那你不会怪她吧 算了 反正公司也没有最后的裁决 谁对谁错还不一定呢 再说又是你妈 我能说什么呀 肖副甲 你怎么这么优秀 人这么好 你怎么这么优秀 小墨 到处找你 你看新闻了没有啊 那女人还真把你给投诉了 简直是无理取闹 我跟你说啊 我长这么大 就没见过比她更不讲理的人 也不知道这女人有没有孩子 她要是有个女儿 将来长大像她一样啊 那真是谁娶了谁倒霉 是吧 是 是 于 于姐找我 我去找她了啊 我先下去了啊 姐 走了 对 拜拜 姐 她怎么了 我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 就是 谁都知道你们俩在谈恋爱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姐 我可能要倒霉了 你刚说那个女人 刚好是她吗 不会吧